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看范例4 在光滑水平面上 质量M的A车 以速度V正面碰撞 前方质量同为M的B车 B车是静止 然后B车有一条弹簧 弹性常数K 质量不考虑 那请问第一小题 当两车相距最接近的时候 速度是多少 好,那么这一题呢 会用到我们上一题学过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 A一开始是比这个B还要快 然后呢 碰撞了之后呢 会变成比B还要慢 那从比B还要快和比这个B还要慢 这个过程中呢 一定有一个瞬间是 A跟B速度一样 对不对 过程中 有A与B 速度相同的时候 好,那这个时候就会最接近 因为一开始是接近 那过了这个时刻之后 就会开始远离 所以当A和B速度相同的时候 两者最接近 好,那接下来就利用动量守恒 就可以算出答案 碰撞前以及最接近时 的动量 会是Mv加0 会等于最接近的时候呢 A的动量是M 我们假设V'就是最接近时候它的速度 再加上另外一个B的质量乘上 B的速度 这时候都两个速度都会一样 那我们假设它叫V' 好,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不对 算出来 V'就会等于 2分之V 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第一小格 那第二小格呢 是算总动能 刚刚上面这个是动量 第二小题要算最接近时候的总动能 那就是把2分之Nv'平方带进来 碰撞在这个最接近时候呢 两个物体的动能分别是 2分之1Nv'平方 加2分之1Nv'平方 所以加起来会变成Nv'平方 所以就会是N乘上2分之V的平方 那就会等于4分之1Nv'平方 这就是第二小题 应该说第一小题第二小格 好,那接下来呢是第二小题 最大压缩量 诶,啊怎么会突然问最大压缩量啊 其实这个是要回想到 我们的2-4弹性位能 2-4弹性位能 弹性位能的公式是2分之1K乘上形变量的平方 而这个形变量就是它的压缩量 所以第二小题其实就是在 请我们算弹性位能 那怎么会有弹性位能呢 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介绍弹性碰撞与非弹性碰撞的时候 我们说弹性碰撞的过程中 动能会变成什么能 就是弹性位能 过程中有部分的动能 换成弹性位能 对不对 那如果是非弹性碰撞会怎么样 那就是动能没有变成弹性位能 有一些动能是去变成热能 所以今天是有部分的动能换弹性位能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能量守恒的式子 前后 后就是最接近的时候 能量守恒在碰撞前 以及最接近的时候的能量要守恒 只不过有一些能量是以弹性位能的方式存在 所以碰撞前呢 只有总动能1mv²加0 会等于最近的时候的总动能 1mv²再加上弹性位能 所以呢 这样就相减之后就可以得到弹性位能就是 4分之1mv² 可是弹性位能又等于 2分之1k乘上伸长压缩量的平方 所以又可以把它写成2kx² 所以最后呢就得到答案 所以x²就会等于2k分之mv² 就是v²k然後 这就是它第二小题的答案 好,那接下来第三小题呢 我们把板面稍微整理一下 好 板面整理完了 那第三小题呢 是球碰撞后两者的速度 那就直接带弹性碰撞公式 我们A叫做1号 B叫做2号 那这里比较特别的是 B一开始速度是0 所以前面这一项分数就不用理它 乘上0就会是0 那第一项的分数呢 第一项的这个分数呢 就是N1加N2 分之N1减N2 好 所以这样算起来 前后两项都是0 所以A后来的速度是0 然后B呢 一样前面第一项呢 去乘上自己一开始的速度 一开始B是0 所以一开始它没有速度 第一项就是0 第二项前面的分数是 N1加N2 分之2N 然后再乘上 1号物体一开始的速度 V1 所以结果是 就会等于V1 那题目是没有给V1这个符号 题目其实是V 所以我们把V1改写成V 所以第三小题的第二格是V 好 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把V1改写成V 但是我们把V1改写成V 感谢观看